今天有两个新股上市 科制药业2171和优延木页9858 暗盘都一起潜水 所以想不到最下跌的就是科制药业 其实招股反应也挺踊跃的 但看回它在富途和辉立的暗盘跌了1.3-1.6 如果一手账面算的话就损2,000多元 而优延木页在两家债院行的暗盘交易跌了5-8% 相对的伏适一点 如果IPO抽回来的 如何部署好呢? 如果没有货价值不值得追呢? 身边有朋友都说抽科制药业 但其实是抽不到的 如果刚刚今天上市 如果真的像暗盘价格那样潜下去 又可不可以买呢? 如果以昨天暗盘来说就两个都跌了 科制跌的幅度还要更多 如果抽不到的可能也会有少少被告一下 起码不用太担心 昨天心育是否要离开还是怎样呢? 反而真的可能这一刻 如果看好的你才会再购买都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件差的事 做不到的话 但是如果以两者的表现来计算 当然本身招股的时间 其实大家都记得忧言 反应也不是特别强的了 因为始终本身它做了一些与业的股份 虽然说背靠着医理 但也比较上游一点 但是那个吸引性 其实不及一些药股 或者不是 即特别语品股 都不是过这段时间 大家有很炒作的一些板块 所以它当时反应 其实比较相对静一点 其实是合理的 所以你说有点像潜水 其实这种反应不是太意外的 但是我说科技本身的招股反应 其实都算可以的 当然你不要拿它和时代电视比较 但是它超购其实也有一定程度 甚至以质地上说 当然它也是新科股 其实它主要是卡T相关的技术 其实它的基本因素不算太差 所以其实当时大家都对它一定的憧憬 但是结果都是要潜 甚至潜的幅度 昨天来说都比起优言还要多 自然令大家是有点跌眼镜的 但是正如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当然昨天暗盘还暗盘 所以今天来说也要看看 就是譬如一来今天 真是市场如何走 二来就是开出来的时间 因为暗盘就不是太实际的参考意义 我想就是看看开完之后如何 虽然现在对着又吓死大家 现在对着又吓死大家 是吓死大家 吓死大家 吓死大家 未可以的 未对好的 20分才对好的 但是我想如果看法上讲 我觉得如果真的 真是忠诚于这类型的股份 卡丁股 其实香港人都有的 就是你除了科制之外 譬如大家熟一点的金丝税 或者是叫若名巨落 这些都是 但是科制的业务上 我觉得不差 如果真的要考虑 其实可以留意 但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是可能 譬如假如潜水也好 可能是下回超价一城楼下 那才慢慢去买 因为始终我想这些 这类型的股份 一来都比较炒气氛 二来就始终我想 都要好看 大家这刻有没有意义去追 那如果你说都比较冷淡一点的 那我会回心一点一点 那如果是下回上市价一城附近 我想才慢慢考虑会好一点 我知道了 因为後线只能管 任何外孤 母据 那 宝养 äm